小朋友,你好!欢迎来到江苏省民事空中课堂。 我是来自苏都市苍浪实验小学的汤老师。 非常高兴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快乐地学习。 今天老师要和小朋友们一起读春节童谣。 好,每年的正月初一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,过年,也叫做春节。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。 据记载,中国人过春节已有四千多年的律史。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,我们要做好多准备呢。 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走。 我们想一想,你们是怎么过春节的? 大年夜到了,一大家子要吃团圆饭。 长辈们会给我很多压岁钱。 我把压岁钱都攒起来,来年买好多好看的书。 吃完年夜饭,我们全家都要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。 爷爷奶奶爱听戏,爸爸妈妈爱听歌。 而我最喜欢小品、相声和魔术,特别开心,特别好玩。 一年一度的春节是最喜庆的节日。 为了这个节日的到来,我们还要做哪些准备呢? 请小朋友们轻轻打开书本,到114页。 自己读读这首童谣,在读之前,老师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 把自己不认识的字,用圆圈圈起来,借助拼音读读,也可以问老师和同学,把字音读准。 比一比,谁读得最认真,声音最想要。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旧式年,腊八粥,喝几天, 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粘,二十四,扫房子,二十五,墨豆腐, 二十六,去买肉,二十七,宰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二十九,蒸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旧式年,腊八粥,喝几天, 哩哩啦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粘,二十四,扫房子,二十五,墨豆腐,二十六,去买肉,二十七,宰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二十九,蒸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现在老师要把这些词语请回童谣中去了,你还认识它们吗? 大家一起来读读。 真厉害,一学就会,可是光认识字可不行哦,我们还要把童谣读流利,现在同桌两人一起来读,比比哪个小朋友读得更流利。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旧式年,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粘,二十四,扫房子,二十五,墨豆腐,二十六,去买肉,二十七,宰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 二十八,二十九,蒸饭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小朋友们读得这么流利,老师也想来读一读,比比谁听得最认真,边听边想,老师和同学们读得哪里不一样?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,喝几天, 哩哩啦啦,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粘,二十四,扫房子,二十五,墨豆腐,二十六,去买肉,二十七,宰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二十九,蒸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老师读的时候很有节奏。 小朋友,你们想不想用拍手打节奏的方法来读一读呢?可以试一试。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,喝几天, 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粘,二十四,扫房子,二十五,墨豆腐,二十六,去买肉, 二十七,宰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二十九,蒸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接下来,同桌间合作派手读,好不好?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,喝几天, 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粘,二十四,扫房子,二十五,墨豆腐,二十六,去买肉, 二十七,宰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二十九,春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看,我们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读出节奏。 现在,用你自己喜欢的打节奏的方式读一读吧。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,喝几天, 哩哩啦啦二十三,二十三,糖瓜餐,二十四,小房子,二十五,过豆腐,二十六,去买肉, 二十七,载公鸡,二十八,把面发,二十九,蒸馒头,三十晚上熬一宿,初一初二满街走。 腊八是哪一天呢?让我们在日历上找一找。 从腊八这一天开始,我们就要喝腊八粥,腊八粥的材料真丰富,有米,有豆,有枣,粒,莲子,难怪用喝腊八粥来庆祝丰收呢。 从腊八节开始,喝腊八粥,很快就到了农历二十三。 糖瓜粘是什么呢?糖瓜就是用麦芽糖做成圆圆的小南瓜的形状。 这种糖又甜又粘,这里还有个小故事,每到腊月二十三的这一天, 赵王爷要上天严好事,以糖瓜为贡品,可以使赵王爷变得甜蜜,甜言蜜语起来,从而确保一家人来年的幸福。 二十四,扫房子。 二十五,莫豆腐。 熬一宿就是一晚上不睡觉,就是手碎。 我们会看春节联欢晚会,放鞭炮在新年的到来。 为了迎接春节,我们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啊。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童谣。 春节童谣,小孩小孩你别看,过了腊八九四年, 大八周,喝几天。 咪哩啦啦,二十三,二十三,长瓜毡。 二十四,扫房子。 二十五,莫豆腐。 二十六,去买肉。 二十七,载公鸡。 二十八,把面发。 二十九,春馒头。 三十晚上熬一宿。 出一出二满街走。 小朋友读得好开心。 这首童谣写的是北方过年的习俗。 那在我们南方,会在春节干些什么呢? 仿照春节童谣,我们也来编一首童谣吧。 春节童谣 小孩小孩你最欢,过了腊八九四年。 腊八周,喝几天。 哩哩啦啦二十八,二十九,贴春帘。 年三十,熬一宿。 年初一,穿新衣。 年初二,舞龙灯。 年初三,去拜年。 年初四,看舞诗。 年初五,迎财神。 初七初八满街走。 真月十五,元宵园。 小朋友们,你们一定还没有读过影吗? 那就去认识更多的有趣的童谣吧。 想不想读更多有趣的童谣? 想。 摇啊摇,摇到外婆瞧。 摇啊摇,摇到外婆瞧。 外婆对我笑,夸我好宝宝。 糖一包,果一包,吃完饼儿还有糕。 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吃,下不来。 喵喵喵,猫来了,鸡里咕噜滚下来。 小白兔,小白兔,白又白,两只耳朵竖起来,三半嘴两分开,爱吃萝卜和白菜,蹦蹦跳跳,真可爱。 让我们加上节奏一起来读读吧。 刚刚读的童谣都是来自童谣大全这本书。 这里面有很多童谣呢。 请你回家用今天所学到的读书方法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读一读。 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 今天小朋友的表现都非常好。 这件语文课我们就学到这里吧。